京队智慧 城市田徑錦標賽 進入最後一天的賽事 藍皇藍后爭霸戰都好觸目 男子8一米難決賽 排第3線的陳重宏 跑出13秒98 擊敗梅正洋和張雲峰 登上冠軍補助 上第一個籃 落第一個籃不夠快 如果那裏做得好後面就會跑得更加順暢 女子100米跨欄決賽十分激烈 最終排第三線的香港選手梁正義 以14秒28的成績登上冠軍補助 而香港另一位選手姓楚欣就奪得桂冠 練習體能然後希望可以達到阿sir的目標 最關注的主導項目當然是100米跑 到底哪兩位會成為男女非人呢 男子100米決賽得到金牌的是第三線道 香港代表吳家鋒跑出10秒49的成績 其實我沒有很刻意去準備這個比賽 但都跑到這個時間是非常滿意 下一個比賽是9月的香港田徑體育賽 那個目標都是好像今次一樣的 因為始終都是當訓練為主 那比賽還未去到要準備過什麼成績 女子100米決賽 第五線馬洛西亞的穆康默 跑出12秒剩下得到冠軍 第四線馬洛西亞的穆康默 因為這次都可以在一起 下一個坑出三門 和白糠們的抗執, 橘子 排了 橘子